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告语言 今天是第三时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视频之前 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空接口的类型转换 咱们在购语言中定义一个空接口类型 然后咱们把它做各种各样形式的类型转换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购语言中的接口定义是非常灵活的定义方式 咱们甚至可以说 先做代码实现 后定义接口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在私语言 大家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在购语言中居然可行 之后我会给您活用接口的课程中 再给您讲解 今天咱们先讲解它的特殊的使用方法之一 空接口 咱们马上开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一个 咱们使用空接口类型 完成类型的转换与判断 该怎么做 今天我还是给您手工编码 咱们试一试 首先我先给您编个函数 什么函数 就是说咱们传入一个值 传入一个数值 对吧 或者说传入一个变量 对吧 你给我判断它是什么类型 该怎么做 对吧 咱们想想看 咱们传值有可能是布尔 有可能是安提 有可能是斯春 对吧 那么咱们传的值类型可是不一样的 那么咱们编函数时 这个参数咱们该怎么写 才能够接收所有的内容 这就是用到了空接口 咱们试一试 好 那我编啊 咱们大家注意看 咱们先写一个funk 然后我编一句叫做myfunction 没有问题吧 OK 咱们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函数 然后注意看 我要传参了 怎么传 value 没问题吧 然后是interface 也没说 最后还有再加上一个大组号 类似于json 好 那咱们写 咱们先format输出print 然后是 咱们把咱们接收到了值 先直接输出 好不好 OK 然后咱们就直接在下面调用这个接口 能调用了吧 myfunc 然后比如说我传个123 然后我再传个 abc 行吗 这都没问题 然后我再传个true 这都无所谓的 对吧 好 咱们就把代码写到这 然后运行看结果 大家注意看 go run 闷一挥撤 大家请看 出现了 咱们传的值的类型可不一样 但是它把内容都给咱们打出来了 对吧 接下来咱们就去判断一下它的值都是什么 怎么写 注意看 switch 然后画上一个括号 像我编带码 我特别喜欢先把结构写出来 然后再填肉 比如说这地方咱们填 value点 然后一个括号 也就是说 它这个空接口 它提供一个点 括号的方法 让咱们干什么 让咱们做类型转换 这个地方我敲上pipe 好不好 然后咱们就可以判断了 比如说case 你是布尔形 对吧 是可以的 然后咱们就输出 布尔形 咱们也就别多敲了 就直接敲布尔形就完了 好不好 布尔形了 布尔形 布尔 我敲对了吧 布尔 行 哎呀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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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输入法不太好用 然后比如说 int形 咱们就直接敲 就复值吧 整数形 行吗 OK 接下来 咱们还传了一个strain形 对吧 那咱们这地方就直接敲 strain形 这都是最基础的使用方法 这个 这个不叫strain形 这个叫什么形 这个叫字符形 对吧 字符形 OK 然后如果咱们传的值 它都不在里面 咱们就叫做default形 default形 不像话 咱们就叫做 哎 不是default怎么敲不来 OK 咱们就叫做 位置类型 好不好 大家请看 这个函数咱们就可用了 位置 密西加大 好 存盘 咱们再运行 咱们代码 注意看 走 大请出来了吧 123 整数形 ABC 字符形 处呢 布尔形 没问题吧 咱们成功的判断了 每一个参数的类型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对吧 OK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做点 其他的代码 怎么做 往下看啊 这代码 我给他屏蔽起来 咱们再做什么 比如说 我在这儿再定义一个类型 叫做X 可以吧 然后让它是接口型 大家别忘了 这个大括号 它是一个空接口 让它等于100 可以吧 X值 它是100了 对吧 然后咱们直接写100 是不行的 咱们应该做一个转换 怎么转换 跟刚才咱们这个地方 写点 括号 这个写法是一样的 咱们试一试 比如说 我把这个X呢 转换给一个值 比如咱叫做I1 行吗 然后呢 传说X 把它转换为整形 可以吧 这样的话 咱们输出这个I1 可就是可以输出了 咱们试一试 输出I1 同时 咱们还没完 咱们再输出I1 加上一个数值100 大家请看 我这定义了一个空接口 让它等于了100 然后呢 我把它转换为NT型 转换后的结果值 进行输出 同时再做数值运算 咱们看一下结果 Go 大家请看 一开始输出是100 是原值 然后呢 它还接收了数值运算 输出是200 没问题吧 说什么 说什么咱们空接口类型 咱们传入一个值 然后成功的 做了类型转换 没有问题吧 OK 这个是整形的例子 咱们再试试其他类型 比如说辅点类型 咱们试试 咱们再向上敲 这个咱们就叫做辅点 辅点 又是float 可以吧 是这样 像我这个机器 是float的64 所以说我如果定义成float32 它是抛离外的 我只能定义成64 好咱们敲 比如说咱们让X等于个新值 咱们刚才等于可是整数型 对吧 咱们还可以给它负新值 比如说3.14 空接口就是灵活 然后咱们给了一个IR 然后让IR等于 把咱们这个新的X值 转换为float64 然后咱们再输出IR 输出IR方式跟刚才一样 在这地方输出 叫做IR 哎呀 我是最近是越来越喜欢构源 今后我做这个AWS课程的时候 我也准备用构源 给您编点代码 是这样 我在这个看 最近正在看这个AWS Longdom的这个写法 它里面其实更主推动的GS Python也多 不够远也行 到时候再给您说吧 好 大家请看 我在这个地方 把咱们的3.14 转换为float64 然后同时输出 然后这个IR还可以参与数值运算 咱们马上看结果 给您存盘运行一下 大家注意看 大家请看 3.14没有问题 同时也接收了数值运算 为什么我要总给您做一个 这个加的数值运算 是因为有时候您输出看起来像3.14 它有可能是字符型的3.14 对吧 所以说呢 我证明确实给您转换成功成数值型 我必须要给您做一个数值运算 好不好 OK 同时还没完 咱们再试试啊 比如说 咱们再定义一个I3 这个呢 咱们就加上一个这个 上期给您说的转换 结果判断 这是可以的吧 比如说 咱们再有一个I3 让它等于x.float 这个肯定是也能转换成功的 但是大家注意没完 如果没转换成功 该怎么办 对吧 所以说 大家注意看 我还可以接受另外一个错误 Isfloat64 这个跟咱们上期给您讲 如何接受函数返回值的错误 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对吧 那么呢 我会在下面输出 应该是啊 再让您判断一下 Isfloat 对吧 咱们就不判断了 咱直接输出一下 咱们返回的结果值 首先咱们这地方先返回这个 Isfloat 看看能不能返回 然后咱们再format点 把咱们的I3也输出 好不好 大家请看 这样的话 就可以常使用 当然这个地方 为了加上一个冒号才可以 OK 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使用了 我呢 再把x做一次转换 同时接收一下 转换的结果 咱们看一下结果 好不好 少总 这地方我给您加一个分割线 否则的话您看起来不是很舒服 OK 咱们运行结果 大家注意看 先清一下屏吧 Go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呢 会有一个转换的结果 然后呢 给咱们输出 比如说 大家注意这地方 这地方我如果给它转换成int型 试试 好 咱们再看一下转换结果 清平 Go 大家请看 它会转换失败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一个浮点形式 不能够转换为 float32的 不能够转换为int的 对吧 你是浮点形式 float32 OK 这个呢 就给你演示了 空接口的灵活性 当然 还不仅这些 咱们再往下走 x它甚至可以 就让它等于一个字符形 I love go 这都可以 咱们大家看 咱们x刚刚附成了浮点值 同时 默认它是100 接下来 咱们还居然可以把它附成字符形 同时 还可以使用 我再输出x 咱们再看结果 再运行 Go 大家请看 它居然还能是字符形 也就是说空接口呢 相当的灵活 这个呢 在使用过程中 其实应该也是您小心的地方 万一 您在处理时候 可能字符形跟数字形 没有做好的类型转换 结果它导致您的计算错误 这个就得不偿失了 好不好 不过呢 空接口类型作为一个知识点呢 您呢 应该要知道 OK 以上呢 就给您分享的空接口的类型转换的知识点了 今天的代码呢 都在这个地方 我呢 都会把它放到 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的朋友呢 您呢 进我的GitHub 下载最新的代码吧 好 那这一期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